大家早安,我是鮑勃,現在時間大概是快將近七點吧 那我們要出發去靖岡,看幾個可以看到富士山的美麗景點 這是我們買的青魚壽司,這是鮑勃個人的最愛 還有這個江戶的甜味噌的渣豬排,以及牛壽喜燒 我們現在到靖岡車站了,我們等一下要到巴士 去一個可以看到富士山景色的一個TELUS 達了20分鐘的有如雲霄飛車的登山巴士之路 我們現在到日本拼TELUS,大家可以看到我後面這個富士山 登登,耶 好,看起來前面,那個TELUS應該是看富士山最好的景點 我們趕快過去吧 現在才十點,人又超多了 整個TELUS的建築啊,蠻時尚的 還有咖啡店,大家可以來分享一下 因為這邊的咖啡店,可以看到富士山的景色超好 哇,在那個TELUS啊,就是室外的警超漂亮的 哇,在那個TELUS啊,就是室外的警超漂亮的 那我們看完富士山這一側,我們接下來往那邊走 看看能不能看到就是靖岡的另外一側 應該是海吧,我猜 香草、柑橘、雙形 香草、柑橘、雙形 香蕉汁 好,那我們從這個角度跟富士山說拜拜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去九能山東照宮囉 好,我們來到了這個九能山東照宮 它那境內的階梯啊,真的蠻多的 而且它的階梯還蠻陡的 不善於走路的人,我是年紀比較大的 我覺得可能來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 一般來說,大家應該搭乘剛剛那個纜車回去日本平那邊 但是呢,我們本來就是比較會走路的人嘛 所以呢,我們要從東照宮這邊離開 然後往山下走 然後往山下走之後呢,我們等一下應該是沿著海岸線 一路到下一個景點 Let's go 好,我們來吃一家創於1975年的一家 Spanish釣魚叫做Sangria 那它在靜岡所發起的一個場地 但它其實在東京的青山也有 可能近年來因為有全球暖化的影響吧 所以四月底五月初的時候其實就已經蠻熱的 東京大概可以到將近30度左右 所以呢,如果大家在問說 好,就是大概四五月的時候來東京要怎麼傳 那我覺得可能十年前的時候也跟我說 我可能說戴個薄外套吧 但我覺得現在已經全球暖化到可以甚至戴短褲來 看到我身後啊,還是漸漸有松樹出來呢 那就應該是快到這個三寶的松園 這邊啊,讓我想起那個天橋立那邊吧 它也是算是在海邊然後呢 有一片松樹的森林這樣子 那我猜我們等一下再往前走 應該會有一個角度可以看到富士山 就這個景啦 松樹富士山 哇,費盡千辛萬苦來這邊真的值得了 太棒了 看完了海啊,接下來走森林吧 現在時間呢是下午的五點半 那我們剛剛運氣超好買到了新安心的車票 八點半的位置吧 然後剛好就只剩下兩個座位 其實全部都滿席了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買到的話 那就代表說全部都沒有位置 我們只能大家自由席 不然今晚就要住這邊了 首先運氣不錯 那我們現在在金剛車站 我們要去一家百名店的炸豬排店 叫做水鹽土彩 吃完了這家店呢 我只能說超級大滿足 大家看這個店的外面啊 就有這種很復古的感覺 那我點的那個肉啊 它就是 雖然是炸物 但是它的那個牛啊 不會讓人家覺得很膩 然後這個豬肉可以吃到一點點甜味 那這家店啊 在塔北的故事 全國通告是第25名 真的超高分的 推薦 如果你問十年前的鮑勃啊 就是金剛市是不是一個 來日本第一次的必訪景點 那我可能的答案跟你說是不 就是 為什麼會特別來金剛市 疫情趨緩 那旅遊大爆發之後呢 京都啊 大阪啊 東京啊 都仍滿為患 那我反倒是覺得說 如果你想好好的看個富士山的話 不想要跟很多人擠的人的話 那我覺得金剛市 我覺得啦 以現在2024的 東雲左右橋的話 我覺得會是一個 值得推薦大家去的地方耶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見 掰掰 是 感谢观看